是你最愛的無神論者巴別塔 是嗎? 他是一個挺值得看的 是啤梨的亨利 不是啤梨的亨利 他是亨利 他不是啤梨的亨利 他不是啤梨的亨利 他是亨利 沒有啤梨在前面 不是 他不是啤梨日報的嗎? 不是 我還以為是同一個人 不是,啤梨是啤梨和林康正 亨利是亨利 在MRIHK的台 是嗎? 是嗎? 亨利是亨利 啤梨是啤梨 對了,亨利 林鄭又派堂 一,勞工價就轉為銀行價 這個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12日變17日 但其實這個很搞笑的 有個食肆老闆跟我們出稅 他有說的就是 你拿我們的僱主的錢 來當你正職 師傅 因為你批多了價錢 那錢是使用僱主的 那僱主 他都說 我本身都不支放了17日的 給我的員工 不過我不強勁你 你在那裡說 改造17日 那你只是把我們僱主的錢 變成你的正職 我們是沒有得益的 這樣 這個是重點 就是他叫地產商 可以撥搭地出來 其實是地產商虧 然後得益的是 政府可以變成正職 那當然啦 人民是有 就是僱員是有得益的 那但是我又不覺得就是 就是他搞他 不過他全世界都搞完了 也不是說大不大 機構的損失多還是少 搞都搞完了 亨利以前也有做過啤梨晚報 亨利有上過啤梨晚報 嚇穿過 喂 其實都可以訪問一下亨利 不過政治立場好像太近了 沒有東西好說 就變成在那裡罵人 一起罵人 一起罵人 是啊 然後就兩元快樂乘車降到60 這個沒什麼特別的 就少點位置 有巴士載 那三個津貼門檻就增加到50萬 行政開始增加到50萬 那沒什麼特別的 全部都不好 嘩這個 這個爭議性比較大 就是月薪7100以下 由政府代工強積金 那就 都很難得有一個人 其實很難可以低過7100 其實 這個是在香港地生活 不是笑那些人 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 不知道搞什麼 現在政府不就是與民分享嗎 已讓步了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讓步 讓步 不是你真的派1萬派10萬 嗯 今天你是一個不自由的社會 你派1萬派10萬 其實都是不自由的 欸 這個是香港2047的問題 很多人不問 嗯 你繼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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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警 全民監警會自己開完會 他們內部討論 都是覺得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才能解決問題 嗯 居民 林鄭月娥 已經初步是否定了這個議案 嗯 但是因為台灣大選之後 它可能要加大力度 平升盟願 所以可能會弄了一個 燈大家三五六七年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出來 嗯 是有機會的 就是 接著就真的會好像 某一位人流行的說 五大訴求代兩樣 嗯 那他就會可能 就是可能 那個人就會叫大家收手 嗯 但是對不起 就是 不好意思 我貪的不是你的機票 嗯 就是我要的是五大訴求 我要的不是你現在的小樣部 嗯 我要的是真普選 那未來三年有15個過度性房屋單位 那臨時失業津貼 失業一個月以上 又認為基層人士 喂我們可以拿 對呀我們可以拿 嘩 嘩 嘩正啊 全世界Youtuber都可以拿 對呀 發放最多三個月現金津貼 嘩我真的可以拿 是啊 我們七失業很久了 嗯 好 那直接說2047這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那因為呢 香港的地價剩下28年 是不是 27 27 剩下27年 那 因為正常做按揭就做25至30年的 但是就 就是30年的 那轉 就是2017年就沒有大件事發生 就是照批啦 但是那年25年那個都過了 其實就香港的土地價值就會開始跌的 就是 嗯 因為你會知道 就是大家看看 今天見完共產黨 那個 那個 那個真正的魔鬼那個位 那 就是 就是 見完真正的魔鬼 軟了身呢 就沒有人會相信2047之後 那個特地還屬於你的 嗯 你可能要給很貴的地價去 繼續租啦 那你想一下你 譬如 現在買樓那些 我就當35歲買啦 不要說30歲啦 35歲買 你28年之後 不是你30年之後 是65歲 65減2 63歲 剛剛退休了 就是都老一天了 我們都準備退休 然後陳樓沒有了 然後那個小朋友可能小你30年 就是33歲這樣 那那個小朋友又要成家立室 然後你本身層樓都已經 你本身層樓都已經四百尺的了 那然後還沒有救了 那就 然後突然間又無故要拿筆錢出來 可能保護地價或好 什麼都好 再續多10年20年呢 那你就 就是我除了恭喜都沒有什麼我講的 嗯 就是人生最痛苦目過於此 這裡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灣的事情 台灣是不是永久業權 我不記得了 我要上網搜尋一下搜尋 那但是呢 我們 什麼 什麼 我以為你想考好checkroom的朋友 對 好像是不是的 是不是 永久業權 對 但是這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過到去 有個讀者朋友 漏我們 就是剛好撞到飲食的那個 是永久業權的台灣 就是直到永遠阿門的 OK 只有少數是List號 全部Free號 基本上 直到永遠阿門 會有人可以收回達地 OK 達地永遠都是屬於你的 嗯 我們那個朋友呢 就原本在香港找三四萬 嗯 然後他剛好在台灣就有分公司 那他現在去過台灣落地生根 那間公司很好啊 他又有台灣分店 那就請了他 那他原本香港賺三四萬 過到去呢 就賺十萬塊台幣 那我人生呢 就突然間完了 因為你在香港賺三四萬是 是 是 都很辛苦的嘛 其實都沒有 跟沒有賺錢 是沒有分別的 基本上 你都是只可以 就是半年去試旅行啊 但是他那邊呢 簡直是可以 就是 什麼呢 三房兩廳 還是四房 還是四房兩廳 就是 就是四房兩廳 三廁 那樣 就是家裡千幾尺 家裡 然後租金是七千元港幣 嗯 他說他住新北市的 就是近一些桃園的 但是他去台北也是十幾十分鐘的 那不算很近 叫做基鐵那個新北站 但是都走到過去的 都走十分鐘啦 十五分鐘這樣 所以是七千元港幣 嗯 計算那邊就是二萬七二萬八的台幣 那大家就明白了 譬如你住千四尺 那其實他人生就 就搞定了 其實 就是你在香港 賺二萬幾的這個水平 在那邊就搞定了很多東西 嗯 還可以有老婆子 子女 嗯 台灣十萬元的台幣 十萬元台幣一個月 那就 這件事就是個分別 就是 你在香港 如果你解決不了2047的那個問題 你是買不到樓的 基本上 嗯 很糟糕的 如果你現在買樓 是真心糟糕 因為 譬如我今天當你一百萬買了一層樓 你說你工完 你可能十年之後 你覺得樓價會升 你就放了它 你不用碰到2047才買的 嗯 你十年後樓價會升才算 因為他 再之後在你接手的那個人 嗯 就只剩下17年的租借業權 香港層樓的話 嗯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什麼 你不要在這裡說完這些什麼 恭喜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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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Jayden真的要block 太涼薄了 怎麼可以永久block 太過分了 已經有人幫我block了 嗯 嗯 嗯 就沒有辦法的 這個也是會直接影響到香港樓價的 嗯 如果大家是資產階級的話 要留意 嗯 因為香港和台灣這次之後的關係密切了很多 據聞台灣那邊是 放寬中投資移民由180萬 還是150萬 放寬到去50萬 是嗎 是 放寬中的 他一直在放寬中 他放寬中這件事的 好像還沒放寬吧 他在談中的 我在談中 是啊 那 那 台灣應該20樓 是啊 那 就是 台灣的資旅 對我 我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 這樣說 先說一些 先小人口 先說一些壞事 台灣這個地方很明顯是嚴重缺乏這個城市規劃的 就是 可能是因為政黨的交替太多 而每一個上場的政黨 他們都不願意做長遠規劃 只是願意做一些很快看到效職 可以上到報紙的一些政績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 很少一個很長遠的城市規劃的 那 就導致很多城市它的規劃都很奇怪 那這個奇怪有奇怪的不好 那 不好的地方就是 其實你就等於變相 放生了一些落後的區 那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變相保留了很多傳統的特色的東西 因為你看到台灣很少的店舖是同一種特色 然後一辣過的 它通常就是除了珍珠奶茶 它通常都是很多不同類型不同特色的店舖 八花齊放的 就是台灣的自由度接受能力都很強 這個也是挺驚訝我的 但是它的城市規劃真的做得差 那 可以說一下好的地方 台灣的女生真的很漂亮 真心 真是很漂亮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到 這個是令我非常驚訝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不是一個半個很漂亮 它是一堆都很漂亮 就是你平時想看節目的明星 其實台灣一屆都是 不過這個重點就不用說了 我想先說2047的問題 所以2047的問題就是 是要解決的 有人說買泰古城就好 那不是的 雖然泰古城還有幾百年 因為它不是99年 即它不是2047到期 但是你想想 當你隔壁那層樓值100萬的時候 難道你的層樓可以值1000嗎 嗯 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看隔壁那些樓是多錢的 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譬如隔壁那些樓的樓價跌到很低 那那些人就是買來自己住的 嗯 那它就不需要買泰古城 還有那些人會轉租呢 嗯 那租可能租很便宜呢 那它就不 它又會拉低一個租席 那 就不一定租泰古城 那那樓的租席跌的時候 泰古城層樓都會跌的 嗯 所以不是你那層樓不會被共產黨收回來就不用怕 是因為絕大部分的樓都會被人收回來 那我到時我當 譬如我當2047問題解決不了 之後那些樓又要補地價又107 那搞到那些樓很便宜 那價慢慢跌到2047 嗯 很便宜 那我不租泰古城 那我就租旁邊的坑灣 那我不住港島我就住九龍 那那樓的租一定很便宜的 那就是相對 令到沒有那麼多人租泰古城 你泰古城的租都會跌 然後都是會便宜的 所以泰古城的重點都不是這裏 那第二個位置就是 那二刑事實的問題怎麼搞定呢 嗯 其實有兩個大方向的 但是兩個大方向的前提都是香港要有雙普選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步 因為如果沒有雙普選的話 就是2047 大陸下來都不是跟你談 是跟地產商談 嗯 他是打算說 喂 你們的地產商都差這麼久了 現在2047的地歸都翻了我 嗯 你打算怎樣跟我談 是啊 就是我們變相我們沒有權去 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但是如果我們有雙普選 我們就多了很多玩法 是啊 現在這麼說是有雙普選才有得玩 嗯 雙普選那些玩有兩種的 其實一種就叫做 其實如果政治立場 其實我們是那些保守派來的 不是棘進派來的 我們保守派是什麼 就是修憲 你會不會改走一個 五十年不變就行了 當然有很多東西要改 譬如你有雙普選就是很多東西要改的 所以有普選之後 那一屆立法會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一屆會改 基本法是最領金的一次來的 就是有人改走2047的問題 立回22條23條 因為你有雙普選你不怕23條 你有雙普選你不怕人大釋法 你不怕人大釋法 你人大釋法釋下來 立法會馬上再改回去 鬥快一扮 是啊 這樣玩 還有你有雙普選 香港有雙普選 就是有美國在背後 而且這個最重要 剛剛說了這麼多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國承諾保護香港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因為之後你說 你就算改了憲 香港取消五十年不變 大陸跟你說 你說是呀是呀 我說五十年之後 沒有五十年不變 我現在立刻要武統你 其實你吹不上 台灣也可以武統 我們一定要有美國在後面撐腰 我們才可以這樣做 台灣如果沒有美國在後面撐腰的話 其實都不可以撐那麼久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 如果我們有了普選 就中共倒台 中共我又不會覺得中共可以挖到2047的 說實話 2027都過不了 不要說47 所以 問題在這裏 就是要有雙普選 解決到這個問題 才可以 保住到香港 就是香港有雙普選 你中共爆了 那就可以見國 那時候就可以獨立 但是要等中共爆 那中共可能慢慢倒台 或者他 如果他肯 就是被美國逼得太厲害 但是他又不爆 他肯慢慢改革的話 那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不會倒下的 可能變了 不過會有共產黨 會有中國的民進黨 有中國的國民黨 或者有中國民主黨 在裏面去選舉 就是可以自由選舉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不倒 不過他變成一個 民主的國家 你當很多年之後 他到2047都可以收回香港 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大陸會 有14億人投票 說要拿回香港 那他們有民主 他都可以拿回香港 到時就要靠香港 就一定要有雙普選 改了憲法 那就不用怕了 嗯 擋住 有美國在後面撐腰 擋住 最重要都是 不怕他人就是懂法媽 不怕 都說 因為他懂完法 我可以立法會 立法會馬上改了他 嗯 只要立法會 反對派是大黨就可以了 嗯 現在已經有中國民主黨 嗯 嗯 不要那麼抽他的水